大家好,我是老默 香酥吊渣的蛙里酥应该怎样和面 有朋友说自己想吃了,但是做出来总是发硬 今天咱们就分享一下蛙里酥的和面方法 以及正确的制作技巧 系好材料,这里是中筋面粉100克 盐准备1克 常温水准备60克 面用的食用油10克 料需要葱花少量 油酥面粉准备50克 油酥的色拉油准备40克 然后调馅用的色拉油准备50克 酥面粉准备80克 这个面粉是炒熟的 接着是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 因为咱们今天用的是中筋粉 它的筋性比较适中,但是韧劲稍差 所以咱们要加上1克盐来增加它的韧度 咱们在拉伸的时候不容易断 擀的酥层也更薄 加上一点色拉油的目的 主要是让这个面好揉不粘熟更润 然后就是和面的时候 这块面刚开始会有一点点粘手 这个时候不要担心 咱们这个水量和好之后呢 它是微微的粘手 但是不是很厉害 这个不要担心 咱们可以看到和面之后呢 它这个状态就像这样 虽然有一点点粘 但是不会粘住不下来 这样就OK了 然后放在一边待用 然后和一下油酥 因为大多数人呢不爱吃猪油 所以呢咱们用色拉油 如果有猪油最好用猪油 体酥效果更棒 油酥和好之后就是这样的状态 咱们放在一边 接着是调馅 调馅之前炒这个面粉呢 记得不要炒太过 炒太过了呢口感发苦 微微变黄就好 然后加上葱花 少量的盐 这个盐味一定要控好 稍微来一点黑胡椒粉 鸡精吃亮 像这样就OK了 咱们不需要加别的东西 紧接着加油来和面 咱们这个油呢 也可以换成猪油 不想吃猪油 换成黄油也是OK的 油加完之后 一定要这样搓一下 因为炒熟的面粉 它里面会有小疙瘩 尽量给它搓碎 这样咱们调好的馅料 口感就不受影响 馅料就调好了 调好之后 也是先放到一边 咱们这块面团 差不多已经醒了 10分钟左右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醒好之后呢 咱们手摸上去 一点也不会粘 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然后撒点干粉 咱们简单的 给它按压一下 按压成这样的饼状 然后把油酥放在中间 当然咱们也可以 分成小剂子 再把它包进去 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种方法呢 相对比较简单 放好之后 咱们两边往中间 给它包进去 就可以了 只要把四个边 全部给它捏延 不要露酥 包好之后 先用擀面杖敲一下 主要是为了排气 然后直接擀成长片 擀的时候主要一点呢 注意好力量 这个力量一定要用匀 每个地方都要擀到 擀到一样 然后往中间对折 折好之后 咱们再次擀开 擀的时候呢 还是往长着去擀 擀开之后呢 直接像这样卷起来 就OK 这样开酥的部分就完成了 搓成这样的长条之后 咱们撒上一点干粉 直接分出三个等份 这一部分呢 就没什么难度了 接下来呢 咱们需要把它往中间折 折好之后 另一面是光的 像这样 咱们直接放在案板上压扁 一个P子就算完成 然后用擀面杖 直接给它擀开就可以了 这一步呢 也没什么技术要点 接着是包馅 包馅的时候呢 这个馅呢 尽量大一点 包在中间 包的时候还是一样 保持不露酥 像这样给它兜紧 就行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 咱们包到最后 在收口这个位置呢 不要收得太深 稍微收得薄一点 这样下面不会堆面 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不会吃到一疙瘩干面 包好之后 咱们直接像这样 擀成牛舌形 擀的时候还是力量 要匀 不要把里面的馅儿逼出来 擀好之后的状态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咱们拿近一点 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馅儿 就OK 一定要稍微偏薄一点 这样咱们前半部分完成 接下来咱们需要在中间 给它划一刀 这样咱们烤的时候呢 这个油能更快的露出来 它的酥脆度更容易出来 这一刀下去呢 稍微的压一压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给它切开 露口就行 那烤盘之后 咱们还有一步操作 咱们需要准备一点麦芽糖 然后加上水稀释一下 直接刷在面饼的表面 这样是更容易上色 做出来更好看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蜂蜜 白糖水 都可以 接着把烤箱预热一下 用200度预热10分钟 我的火力还是200度 烤的时间 20分钟左右 根据自家烤箱温度来定 时间到了 直接取出来 挖底酥完成 可以看一下表面颜色金黄 然后咱们稍微放一放 轻轻的一敲就碎 这个酥脆程度呢 已经是非常OK了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用手去捏 它能轻松的做到酥脆掉渣 吃起来的口感 香酥 咸香 如果咱们想吃甜的 也可以换成甜馅 咱们自己再做 最关键的是注意好 前面咱们说到的内容 再做就是比较容易的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